大家好,我是小杜 说到事故率最高的飞机 很多人会想到印度的米格21战机 目前为止,印度已累计坠毁476架米格21 要知道印度总共也就有946架米格21 几乎坠毁了一半多 不过世界上还真有一型战斗机 坠毁率比印度的米格21还狠 服役期间造成数百名飞行员丧生 众多失去亲人的家属们 甚至愤怒地将钱发公司告上了法庭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寡妇制造机 这型战机就是臭名昭著的美军洛克希德F104 在当时,F104是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机 可以持续以两码核的速度飞行 1958年5月7日 美军一架F104飞行高度达到了27811米 打破了飞行高度世界纪录 1958年5月16日 一架F104飞行速度达到了2259.82公里每小时 打破了飞行速度世界纪录 美国人可能也没想到 F104后来还会创下许多非常尴尬的纪录 由于追求飞行速度 F104舍弃了很多 激进的气动设计 使得F104控制性非常差 无论是在飞行中还是降落时 都急易发生事故 导致服役后大量坠毁 其中被F104害得最惨的 是该机最大用户的希德 希德空军共列装了916架F104 结果复役期间损失了298架 其中坠毁292架 地面损失6架 损失率32% 更尴尬的是 希德F104入役飞行表演当天 就有4架F104同时坠毁 3名德国飞行员和一名美国飞行员 当场丧生 根据统计 F104战机总产量一共2500多架 F104的坠机率有 希德32% 荷兰31% 米利时37% 意大利37% 加拿大45% 日本15% 因为F104战机的斑斑劣迹 F104也被称作飞行棺材 和史上最烂战斗技 到了今天 除了意大利还有少量F104仍在服役外 其他地区的F104都已全部退役 从首飞至今50年 F104至于世人早已二熟冥翔 但对于这种飞子的评价争论 却是至今仍未平息 感谢收看灵多军舞